林環江教授是從一開始到現在 經過四年半的時間 始終堅持一路沒有退縮 我覺得我對他的勇氣 對他的決心表示佩服 因為他這要付很大的代價 不過我也很恭喜他 從這四年前他被一路打壓 甚至被恐嚇 有些人就是你知道 我在美國我已經不想講了 什麼簡訊的這個備忘錄 然後到我們家就是恐嚇 然後駭客進我的手機 進我的AT&T系統 還打電話進來恐嚇的 還到我們家來的 奇奇怪怪的事情真的很多了 然後我已經把這種東西 當成稀鬆平常了 那林環江教授也是啊 他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也是遭受到這種 各式各樣的抹黑抹紅 跟兼恐嚇 甚至在學校裡面 有人在學校裡面要弄他 讓他的這個升等各方面 會遭受很大的困難 可是很恭喜他在這四年 所以我說德不顧必有靈嘛 一個人做的這個對的事情 一定是會有回報的 他也在這四年最艱辛的 論文門的過程當中 升上了鄭教授 在美國能夠升上鄭教授 其實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就是一個 終身職之外的最高榮譽 所以就是就我覺得 我很感謝啊 就看到他持續的 沒有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遭受這麼多挫折 他有任何的刹車 那這很多人跟人之間的 很多這個各種各樣 很複雜的關係呢 也沒有因為這樣子 而改變了他追論文門的 這個決心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我們追求真理的態度 一個很好的榜樣 其實我們在論文門裡面 還有很多社團呢 像這個The Ultimate Decoder 很多人在裡面進進出出 但是像魷魚翼啦 像很多很棒的這些大能勇士 他們就始終在後面做彈藥補給 做這個軍火庫 做這個後勤的工作 不斷地提供新的東西 所以可以這樣源源不絕地打 所以2024年對我而言 這絕對是一個國際年 國內就開始打官司了嘛 2024年5月20號蔡英文 你要跑去哪裡啦 我實在沒有辦法想像 你要怎麼樣吃掉台灣的官司 對不對 你要讓我通緝沒有關係啊 通緝飯也可以打官司啊 誰跟你說不行 那不是只有我可以打官司啊 可以藉著張靖 還有其他的律師 會陸陸續續加進來 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也會牽涉到很多 跟我們相關的官司 他們也可以去教育 藉著這些官司 去調閱相關的證人跟證物啊 這個就是多訴訟的好處啦 你這個被拿掉 你那個還有還在對不對 你告這個人東西被吃案 你可以從那個告另外一個人 或另外一個事件當中 把這個人傳過來當證人 然後呢 他如果講了偽證 當場把他轉被告 所以非常靈活的很多策略 還有就是我們如果不告的話 就會讓很多事情呢 埋在真相的背後 而讓蔡英文躲過了法定的追訴期 什麼意思呢 他很多的犯行都是在1983年 1984年嘛 那現在因為剩下三個月不到 他也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大家就攤牌打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透過2019年開始 陸陸續續的官司 把這些資料調出來 調出來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犯罪行為 是在2019年以後才被揭露的 那麼他的犯罪行為 就從那個時候可以開始算起 所以他是跑不掉的 很多事情他是來不及的 特別是民事求償 然後相關的這個東西 他是跑不掉的 那刑事的訴追也是如此啊 你看他一路的用假學歷 在公職上面 在競選上面 還有在動用這個國家資源上面 他不斷的犯各種各樣的罪 我想我記得2019年的時候 曾經有這個法學教授幫他算過 然後他至少是觸犯了 11項以上的罪名 這11項的刑期加起來 30年起跳 那可能會到50年等等 反正那個對他來講 30年他可能就已經承受不住了 擋不住了 所以這是2024年要做的 2024年我們在國際之間 要展開一連串的進攻 所以我會在海外呢 做英文頻道 會做英文的短影片 會開始一波一波的向外 把蔡英文的 這個整個學術詐騙 當然還包括倫敦政經學院 跟倫敦大學 把他公諸於世 我想這是我們這一年當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非常感謝千鳥在林 不如一姬在手 給我們開的斗內列車 一連一整排的贊助斗內支持 非常的感謝你 不過說到這個 彭P 你的頻道遭殃了對吧 還好 反正我們遭殃也不是第一次 那就看著辦嘛 見招拆招嘛 它那個程度是 就是到現在是所有的 在YouTube頻道上面的 所有的盈利都沒有嗎 包含就是可以安插廣告 包含可以什麼感謝貼圖 感謝留言 就是斗內的意思 就這些通通都沒有了 通通都沒有 而且不是 這是很罕見的 一般人是說 你的這個頻道被封 我們是我們的相關的頻道 全部被封 就是它封的不是這個頻道 它封是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所屬的頻道 全部一次封掉 所以你要斗內也不行 那你要你的會員 權益訂閱也沒了 你原本訂閱的那個 那個超級留言的 或者是你是那個博士學士 我們有那種不同等級的會員 定期的小兒捐款的 那個通通都沒了 然後我們點閱 再多也沒有用 因為Google不會下廣告進來了 它下來我們也沒辦法 盈利就對了 反正所有的這個都沒有了 當然我如果在我們節目當中 去賣什麼CTI快點夠 它就管不了我 但是其他的透過Google機制的 所有金流全部封殺 這個真的是前所未見耶 就沒有看過哪一個頻道 是被這樣處理的 代表你有沒有被重視 咱們不做事則一做就做 國際級的大事 這個放在Google總部當中 都可以變成一個案例 當然因為Google就在我 就在我離我這邊 大概半小時嘛 我會透過各種各樣的方法 去接觸他們 我會跟他們講 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目的不是你知道 因為三個月等我約好 談完差不多 我看也損失的也差不多了 這不是為我自己 我覺得我們要讓他知道說 台灣有一群人 這群政府官員在幹這種事情 所以希望你們以後呢 來自於台灣政府的壓力 你們要特別清楚的 去做過篩選 不要說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 那當然我覺得台灣的這個 Google的負責窗口 也是有責任的 然後你明明 我想你待在台灣 你不會知道彭文正 跟這個蔡政府發生了什麼關係 你也不會不知道 政經傳媒是什麼樣的一個公司 你也不會不知道說 政經關不了 所講的話是 經過非常嚴謹的查證的 你也不會不知道說 蔡英文的論文是假的 你也不會不知道說 這個選舉期間追蕭美琴的國籍 賴皮療這些東西 都是台灣媒體 必須關注的議題 而且都是其來有字 不是空穴來瘋的 所以我們沒有任何一樣東西 是值得爭議的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什麼東西 違反風穴兩俗 所以做這個動作的人 一定是受到壓力 但是你受到壓力之餘 你難道不知道 這個壓力的背後 是一個什麼樣的局嗎 所以我覺得 在台灣的Google的總部 的台灣分部的人 也有責任 當然我們會逐極的去 去把這件事情揭露出來 目的在於讓以後的人呢 不要這麼輕易的被政府打壓 那是不是要趕快 再註冊別的帳號 但是剛剛講到說 是整個公司嘛 所以註冊別的帳號 是沒有用的吧 除非要另外弄一個公司 是這樣的意思嗎 要用別的名義 我要弄一個公司也不難 但是要對付我的人 他可以立刻對付我 我換一個帳號 沒有太大的意義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在這個帳號下 累積了35萬人 你換一個帳號 你必須重新來過 所以這個 他的這個損失的過程 其實是要花很多時間來彌補 但是我們會逐極的去抗爭 我相信做這個決策的人 他心裡也心虛 他也很怕我們把這整件事情 告訴他的長官 整個Google的文化是沒有問題的 YouTube的文化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這裡面就有一些人 在見縫插針嘛 這個故事就好像 我每每就想起這個 行政院前秘書長林毅是說的 中華民國行政院 其實只有兩三個人在上班 意思是什麼 Google也是啊 也不過就是兩三個人在上班呢 你打通這兩三個人 比方說台灣的這個Google把關 搞不好他是英粉對不對 他覺得也有道理 所以他說他開綠燈 那新加坡想說那台灣這邊 人都說綠燈那就綠燈 所以常常這個決策 是一兩個人所做 那這些人最怕什麼呢 最怕我們有一個 鍥而不捨的決心 就我跟你周旋到底 我一定把這個案子足跡報上去 我們用訴訟的方式 用各種方式 我們會讓你的上級知道 有這麼一件事 如果你們真的要和洩掉 或者是不理我們 我還有很多方法 你別忘了我在矽骨啊 對不對 我們的我在這邊也呼籲一下 看到我們節目的 如果你們的家人 有在YouTube在Google工作的 請跟我們聯絡 也許你幫我們帶個路啊 或者是幫我們轉一封信啊 或者是告訴你們的周邊的人 或者是你們的長官同事 說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情 請大家注意 因為我們是無辜的 而且我們是優質頻道 我們是Google 罕見優質的合作夥伴 每天產出至少 一到一個半小時的節目 沒有一天中斷 我想在Google上 大概找不到這樣的節目 每天四年半將近五年 沒有一天中斷 產出這麼多的廣告 產出這麼多的點閱 產出這麼多的按讚數 內容無不可告人者 那我們產出的這個內容呢 也證明了我們講的話都是真的 而且得到了來自於法庭 來自於海外的很多的證實 所以我想做這件事情 他可能覺得光天化日之下 黑不一蓋 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我覺得台灣之所以 這個社會會亂 會是非不分 可能是因為大家都缺乏決心跟毅力 特別是台灣的113個立法委員 在我看來真的有毅力的沒幾個 也就是說一個案子 沒有追到水落石出 就不應該放鬆 這就鄭板橋的詩叫做 咬定青山不放鬆 這個精神如果每一個人 都能夠這麼做的話 我相信台灣的貪官污吏 會非常之所收斂 像羅秉承這樣子的人 他就不敢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知道 我我起碼追溯他十年 不會停的 我會用各種方法追溯他的 於公於私我都會找他 我講了很多遍了 所以羅秉承你最好站出來先自首 要麼你來上我們節目也可以 我們把話講清楚 免得你十年後 一段不斷的會讓我來找你 所以我講得很清楚 我這樣做的目的 是讓台灣社會 不要讓一個惡官下台以後 拍拍屁股穿過水無根 就我再一次提醒 支持中天頻道的朋友們 要幫中天打回 這個找回公道 一定要找到底 不能找到說中天恢復了 好了沒事了 沒有 這一段被這個扭曲的過程當中 所付出的代價 以及造成這件事情的個別的人 他們都要付出代價 這個社會才會學習才會進步 所以這件事情大家要提醒 彼此提醒 不要打仗只打三分之一 只看到美光燈在的時候 就出來亮亮相 美光燈轉到別的舞台去的時候 就人走茶樑 這是不行的 緊急插播一個最新消息 就是彭P這個恐怕 不只有震驚關不了出狀況了 我剛剛看到呢 我們線上的網友文書 文書都非常支持 彭P非常支持 《論我們開箱》這個節目 他說呢 他遇到一個很針對性的狀況 因為他剛剛稍早 有三次的抖內 有賬單 這意思應該是說 扣款成功了嘛 然後呢 但是都沒有看到 我在聊天室裡面 我也沒有看到 我也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奇怪的狀況 因為通常是這樣子 抖內最大嘛 所以抖內的留言 或是抖內那個跳出來的 會是非常醒目的 一定會跑出來的 有時候偶爾那個留言 可能有被擋的風險 但抖內沒見過被擋的 他說以為沒有通過啦 所以抖了一次 發現沒有出現 再抖了一次 再抖了一次 這樣連續抖三次 但還是始終沒有出現 我們大家在聊天室裡面 現在也是沒有看到 我看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呢 文書如果你現在還在線上的話 你看一下我的 我的姓名 那如果你有在使用臉書的話 你有在使用Facebook 或是IG都可以 就是請私訊我 就是輸入我的名字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專 我的臉書粉專是 有破案人追蹤的那一個 因為有一個就是 假冒我的帳號 就是他用了我的照片 用我的名字 你看到那個人數很少 就不是我就對了 好 所以呢 請注意一下 然後私訊到我的粉專 我想我等一下也看一下 後台的狀況 到底怎麼一回事 希望可以密切的瞭解 這個後續的狀況 因為這個款如果真的扣了 可是又顯示不出來 那剛剛有線上網友在討論說 那個重播的時候可能會出現 但問題是 斗內的用意 它是一個感謝貼圖 感謝留言 不就是要讓 正在節目上的人 可以看見的嗎 那不然這個意義在哪裡呢 所以這個我是非常高度重視的 那我希望你可以私訊我 因為在YouTube上面 我們沒辦法直接互相私訊 那有後續的狀況 沒辦法做追蹤 那希望你可以呢 呃 傳個訊息給我 告訴我你是文書 我就可以認得你了 那後續有什麼樣的狀況 欸我也可以了解你那邊的狀況 我也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我們開箱後台情形 到底有沒有什麼異常 如果有其他異常的狀況呢 我們那個YouTube部門的 就是我們在這邊負責 跟YouTube接洽的同事 也可以協助做處理 我希望可以了解 彭P你看到這個狀況 你是不是覺得 我們剛剛話題太敏感了是不是 啊說不定真的 搞不好若我們開箱 也會被也會被施毒手 因為我覺得這個做法 它已經沒有再跟你講道理了 它也沒有再跟你講法律 它就跟你講正極枉法 我就看你不順眼 我就要立個威 你們觀察一下 搞不好哪一頻道不見了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也因此越來越多人 選擇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株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錄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對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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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團